我們就不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校園裡面 依然還是在推崇手針 依然在推崇所謂的一波一期才是正常 而沒有看見多元社會底下 不同多元性別需要基本的保障 所以我們希望在台灣 不只是性別平等教育 我們對於這樣子的核能相關的一個教育 也應該一併併入到我們的國民基本教育裡面 但很可惜目前在我們的教育改革裡面 我們沒有看到這一塊 而剛剛我們一路經過的新公園回洋路 即使我們也有了一段台灣城市的運動可以 發展變成一定是好事嗎 各位朋友們是我們剛剛經過的二二大公園 你們知道我們對的愛國人也能夠知道的新公園 它從五年代開始 這一次是台灣愛國人的勝利 在裡面也有很多的心感 情願的實力